下面我们来看财务自由股票投资方法的第二大步 等待好价格 和A股市场一样 我们根据市盈率和股息率来确定好价格 我们先来看一下恒生指数的历史平均市盈率 同学们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value500.com 通过这个网站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恒生指数的市盈率数据 通过恒生指数的历史市盈率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恒生指数的市盈率主要在10到20之间波动 15是中间值 当市盈率小于10的时候 港股就会见底然后开始上涨 当市盈率大于20的时候 股市就会见顶然后下跌 当市盈率在15左右时 股市后期既可能上涨也可能下跌 通过以上市盈率的波动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 当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在15左右时 代表港股的价格和价值整体相符 这个时候投资价值不大 当市盈率在10左右或小于10的时候 代表港股的价格大幅低于价值 这个时候投资价值很大 这时的价格就是好价格 当平均市盈率在20以上的时候 代表股票的价格已经大幅高于价值 这个时候投资风险很大 不买只卖 以上市盈率反映的是整个股市的情况 至于具体到某只股票 还需要结合其自身情况来看 对于好公司来讲 其价格一般情况下是不便宜的 只有在股市整体大跌的时候 好公司才有可能出现好价格 这是由于市场上的投资者 恐慌性卖出导致的 这恰恰是高明投资者的机会 根据丰老师的经验 当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小于10 且目标公司股票的TTM市盈率 小于15的时候 就是好价格 市盈率的标准明确了 下面我们来明确一下 股息率的标准 香港的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本地 欧美和内地 香港是没有资本管制的 所以投资港股的机会成本 是美国或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因为中国的GDP增长率比较高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高 那么我们买港股的条件就明确了 一 恒生指数市盈率小于10 且目标公司股票的TTM市盈率小于15 二 动态股息率大于中国或美国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高者 当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时 我们就可以买进股票了